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,我是康家族 欢迎收看三个十五个礼拜五的南岛新闻 为特别提升人民的灾情技术 行销国行的敌散美北 国行香港所基盘的2019年美北敏感比赛 今年中央有七十个人求来报名参加 针对外观,资美和考感丁丁的行为 邀请台中诺改条 中映台客专家学家来进行兵信 最后是由龙球老镜空来得到地点酒 今年国行香港的比赛评感 浓民精心挑战品质优良的比赛来参加比赛 经过专业的评信了后 今年比赛品质比翁年较好 然后它的色泽可以看到它龙毛保持很完整 然后色泽是橙黄透亮的 不会说那种死白的不好看的颜色 那因为也因为说这是干旱的问题 那它的整体的糖度可能因为水分的没有鱼水 没有过多的鱼水去稀释掉它的糖度 所以整体来说今年品贱的果实的糖度都非常的高 那最高的也有测到14度的 虽然今年因为蚝水酒 比赛大量减散 向前邀请来宾吃比赛的比赛 比赛的风味更高感 年少年你的米露都很厚热 哇好吃哦 然后吃的食物我觉得真的真的很好吃 呃 甜甜的 然后又很juicy 第一名跟最后的名字 其实差距不大 反之就是今年的琵琶的品质相当的优异 啊 我在这里哦 来给大家服务就是说 喜欢琵琶这个水果的 我们的乡亲哦 会用我来 过程来 来 来 来买 最后由乡长来宣布 今年的得点匠 由農友老正空来得到 头上匠是王秋山 丹国安 那A31 我们查出来 是刘正康先生 刘正康先生 恭喜刘正康 来点掌声好吗 恭喜恭喜 这是特点奖的部分 琵琶评鉴的成绩会在 明天 陆神祭跟 琵琶展授会的会場 来 来颁奖表扬 啊 为那 名字 为 国姓乡的南港村那边 也有贩售 啊 你们来 来到国城 尝一口国姓的琵琶 一定会让你 回味无穷 经纪主办团委表现 今年比较的评与口感 平均都有十二度 相关的有到十四度 外观 入头片子都很好 因为所良悠然 请民众爱 把机会来採港 继续 欢迎观察方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